大家好我是全书 上期说到黑战暴的新目标 就是破坏圣石挑战更强大的对手 在雪地里孩子们组织大家进行反击 只不过黑战暴一来 圣石很快就被破坏了 回到现实世界后大家都有点失落 而阿武则依然表现得有点愤慨 之后大幅邀请小贤去家里吃饭 小光和小金也一起去 阿武和一只有事先走 小贤的妈妈在知道情况后很欣慰 他为自己的儿子交到朋友感到开心 晚上一只去找大和 他主要想通过大和了解阿武 因为他不明白阿武为何会这么愤怒 大和将天使兽第一次挂掉的事情 详细地告诉了一只 这下一只终于明白阿武的心情 不过他还在犹豫是否要干掉黑战暴 毕竟他真的有颗心 随后大和跟阿武说了一只的事情 阿武也有点明白一只的心意 晚上小贤留在大府这里过夜 醒来之后就收到了小光的通知 第六个圣石在海底 其他数码宝贝也过来帮忙 这一次大家严阵以待 黑战暴则直接冲入海底 不过在水中没有优势的他被打出来 岸上的同伴也顺势攻击 然而黑战暴一招先迟遍天 他一泡将海水给分开 圣石就这样暴露在眼前 一只这时独自挡在黑战暴面前 他想劝说黑战暴但是没有结果 一只因为黑战暴有心而不想打 但是他没有退缩 看着一只的眼神黑战暴想起那朵花 他有点迟疑要不要干掉一只 因为有心所以他会迟疑 黑战暴自己很厌烦这种迟疑 关键时刻天使兽就走一只他们 黑战暴破坏圣石后离开 他接着寻找最后一颗圣石 不过因为暂时没有找到就很生气 看着他破坏的英姿 雅基地兽赞叹不已 木乃伊兽差点以为自己失恋了 安全起见他们还是先到附近躲一躲 结果来到了数码世界的唐人街 这时飘来了一阵香味 他们来到了一家中华料理店 并点了两碗面 而大福他们也来到唐人街 同样闻到了香味之后 阿吴也决定先去饱餐一顿 只有一只觉得大敌当前这样很不好 他其实是有点过于较真 另一边木乃伊兽他们吃完面之后 就想从梦莫兽这里知晓汤的做法 发现无法沟通之后就叫店长过来 这里的店长是丹丹兽 他跟那个开西餐厅的丹丹兽是朋友 丹丹兽说汤的做法是商业机密 接着孩子们就遇到雅基地兽他们 在经历了五个进化画面之后 他们没能打败对手 感觉被打败的时间都没进化时间长 同时小贤不在大福没法合体进化 迪路兽和雅古拉兽眼味肚子饿 导致合体进化失败 好在丹丹兽他们这时逃走了 雅基地兽他们为了得到汤的做法 就不管孩子们去追丹丹兽 为什么有种火箭队的感觉 小贤在他们离开之后赶到 就在大家决定去追击的时候 一只提出我们的对手是黑战暴 所以需要足够的能量合体进化 因此大家还是先吃面吧 另一边木乃伊他们发现一个汤匙 上面写着中华料理汤匙 所以这就是汤的秘密了 就在木乃伊兽准备尝一口的时候 丹丹兽他们跳出来阻止 因为牌子上写着擅自喝会遭到处罚 不过木乃伊兽不管这些 在他尝了一口之后 持续将它卷进去 随后他跟着一块石头一起生了上来 他还不小心将石头上的环给摘了下来 诶 这么好拿的吗 那这个环的意义是什么呢 回到餐馆大家已经吃完了 阿武也跟伊兽说 他有预感能合体进化 就在这时圣石的绿光照耀四方 所以黑战暴和孩子们都来了 这一次阿武和伊兽终于成功了 战甲兽和天使兽 合体进化成古神兽 造型类似日本神文时代遗物图偶 只见黑战暴一个黑暗盖亚能量炮 古神兽将其尽速吸收 在三只合体进化的全力攻击下 黑战暴的盾被打碎了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一定要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如果无法知道真相 即使毁灭世界也无所谓 小光感受到黑战暴无尽的悲伤 黑战暴一步一步的走向圣石 这时大斧提出试着移走圣石 雅吉利兽他们准备出来阻止 结果被丹丹兽和蒙莫兽带走 接着孩子们用神圣计划对着圣石 只见六道白光丛之前圣石 被破坏了地方集中过来 并进入到孩子们的神圣计划内 在从神圣计划反射到眼前的圣石 一道彩光冲入云霄 一只巨大的数码宝贝出现了 他就是青龙兽 是数码世界东方护法 光与希望之魂的拥有者 他问黑战暴是否了解 破坏圣石导致世界失衡的后果 黑战暴不管这些就想跟青龙兽打 但是青龙兽的数码能量球一闪 就阻止了黑战暴 青龙兽说黑战暴存在的本身 封印了他的力量 还破坏了数码世界的平衡 树立在东方的黑暗之塔 就是封印青龙兽力量的元凶 而由100座黑暗塔合成的黑战暴 更是不折不扣的黑暗存在 这时雅基地兽也出来解释 他们建黑暗塔就是为了破坏平衡 他好不容易利用小贤建起黑暗塔 结果小贤却反过来破坏掉 所以他才做出黑战暴 结果黑战暴一直纠结存在的意义 由黑暗塔做出来的东西 根本就不需要灵魂和意识 这句话直接冷落了黑战暴 黑战暴不肯相信这就是他的宿命 青龙兽则说黑战暴的存在 肯定是有意义的 但是这个意义必须靠他自己寻找 存在即合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 出自黑格尔法则学员里 一番话听完黑战暴心里释怀了许多 虽然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然后黑战暴就离开了 雅基地兽他们赶紧追了上去 接下来青龙兽开始解释情况 他是为了守护数码世界的四只究极体的其中一只 他们经过长期的战斗 结果被黑暗四天王分别封印起来 所以才有了第一部被选招的孩子 接着孩子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 黑暗四天王重塑了数码世界 也就是黑暗龙卷山的时期 之后八个孩子打败了黑暗四天王 但这并没有解开封印 因为数码世界的力量 都被用来恢复这个世界的原貌 要解开封印需要借助灰僵的力量 这也导致之后要进化成完全体 就必须要借助青龙兽他们的帮忙 接着数码世界到处都是黑暗塔 因此导致数码宝贝无法进化 这时期望世界平衡的意志 就会自动启用古代进化的力量 那就是装甲进化 为了与黑暗列弱对抗 还做了三个新的神圣计划 由于孩子们拥有保存装甲数码蛋的容器 所以他们还能获得别的装甲数码蛋 而且温能徽章仅限一次的变成 奇迹装甲数码蛋 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时黑战暴发出一声怒吼离去 大家都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青龙兽接着说自己短时间内 无法恢复力量 数码世界的平衡已经被破坏了 不过他在粉碎的圣石所在地 埋下了光明的种子 只要种子平安生长 就可以发挥跟圣石一样的作用 这时小钱担心如果不把黑暗消灭掉 那么就有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他是在隐喻自己的情况 阿欧则说这是不可能的 有光明的存在就会有黑暗 只要不迷失心中的光芒就不会有事 青龙兽则说这就是希望徽章的真意 打倒黑暗四天王并解除他封印的 正是光明与希望的徽章 当要与黑暗神圣计划对抗时 拥有古代力量的只有三只数码宝贝 而一起来的阿欧和小光 他们的神圣计划则发生了变化 也可以适应古代力量进行装甲进化 光明与希望两个徽章比较特殊 其他徽章是孩子们内心所拥有的力量 而光明赋予这个世界生命之光 希望象征无论身处何种黑暗 都会永保光明 当大家的心和微一体时便产生力量 从而促使光明绽放出更强烈的光芒 并且这束光芒也促成了进化 最后青龙兽还说威胁并没有解除 还有更强大的邪恶意志存在 他提醒孩子们不要松懈后就走了 青龙兽虽然出场级数不多 但是台词是真的很多 之后单单受请大家吃中华包子 阿欧还主动拿了一个给小贤 回到现实世界大佛好像看到黑暗塔 但是一谎言又没了 接下来几天在孩子们的努力下 许多黑暗塔相继倒下 然后小贤向大家发出圣诞晚会邀请 他其实有点担心大家不会去 结果刚好相反大家十分的开心 一只也欣然接受了小贤的邀请 现实世界中因为跨年要到了 大家似乎也跟着忙碌起来 而雅基地兽他们也出现在现实世界 另一边大佛的爸爸刚把一些资料 给了阿欧的妈妈 然后一个叫急穿幽济夫的人 拦下了阿欧的妈妈 他之前想打探光丘的事情 还有浴台场大物的那件事情 不过后面都没有找到阿欧的妈妈 但是急穿自己调查完了 他还说那件事情没有结束 现在开始才是第二步的重点 全书定睛一看 已经过了38集了 接着来到平安夜这天 大佛他们来接雅谷授他们 主要是当做圣诞礼物给前辈们 大家都十分的开心 大佛晚上有歌唱比赛正在练习 素娜带着亲手做的礼物不敢进去 太A鼓励素娜勇敢一点 可是全书看太A的眼神有点心酸 当爱心跟着友情走了 支撑你的就叫做勇气 不过大佛的姐姐也还没有放弃大合 晚上大佛他们在小弦的家 太A他们来看大合比赛 然而场外突然出现一座黑暗塔 黑暗巨龙兽带着猛鬼兽 直接冲入场内 因为黑暗塔的关系 雅谷授他们无法进化 其他地方也都出现了数码宝贝 此刻大佛他们在小弦家玩得很开心 太A这时赶紧打电话来求救 大佛他们赶到之后直接破坏黑暗塔 数码宝贝们也得以进化反击 最后大家合力把对手送入数码世界 同时小弦推断出雅吉利兽 应该可以自由穿梭两个世界 事情结束后大家送小弦回家 因为他住的比较远 有数码宝贝的陪伴 这个圣诞节注定不一样 第二天新闻报道 世界各地都出现黑暗塔 同时光子昂还发现 世界各地通往数码世界的大门 全部都打开了 也因此有许多数码宝贝跑出来 于是大家准备去光子昂家集合 不过因为小弦家在另一头 所以大佛要独自前往小弦那边 这时世界各地都出现数码宝贝 各国也做出了相关的措施 但只要靠近黑暗塔电子设备就失灵 同时各国研究机关电脑里 关于三年前那次事件保存的资料 已经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篡改了 而在数码世界里 青龙兽将自己的数码能量球 给了一个人后就离开了 回到现实世界光子昂家 他正在和全世界被选招的孩子通信 原来大家都有通过网络保持联络 另一边小弦这里遇到三角龙兽袭击 因为黑暗塔的关系从龙兽无法进化 而且他也不会装甲进化 还好大幅及时赶到推倒黑暗塔 所以他们才得以进化对抗敌人 不过因为木兰一兽的插手 机甲龙兽相当被动 再回到光子昂这边 世界各地的数码世界大门已经关闭 所以现在要把现实世界的数码宝贝 送回到数码世界的话 只能靠新的神圣计划去打开大门 这时玄内终于来了 他是带着青龙兽的数码能量球来的 这哥球将力量传递给孩子们 同时也包括大幅和小弦 也因此一条龙突然三滴起来 机甲龙兽纠集进化 帝皇龙甲兽 他轻易的就将三脚龙兽送回去 而且他还能赶置黑暗塔的位置 一下子就推倒三座不同区域的塔 只有他们就先去处理 日本地区的数码宝贝 而玄内这边开始布置世界任务 其实这三年来 玄内和他的同伴 都在处理各国研究所的资料 不能让数码世界直接公之于众 如今他的同伴和其他国家的孩子 正在把处于迷惑中的数码宝贝 集中到特定的地点 所以需要拥有新神圣计划的孩子们 分别到指定区域帮忙打开大门 离开之前光子昂的妈妈 还很暖心的送来饭团 之后大家就坐着帝皇龙甲兽出发 他绕地球一圈30分钟不到 而亚基利兽这边又接到新的指令 接下来的三集都是世界任务 我们就简单讲一下 阿吴和太一去法国巴黎 小光和光子昂去香港 伊之和阿祝去澳大利亚 小金和苏娜去莫斯科 大府小贤大和去美国 在美国有麦克负责接应 他爸爸还是好莱坞的巨星 接着小贤大和做直升机去墨西哥 美美也偷偷从他爸的车里 讨出来帮助大家 在这里他们还看到悬内的同伴 跟悬内长得一样的本杰明 其实就是悬内的复制品 插曲是祖利兽突然躁动不安 于是大家合力将他带过来 这里我们还能看到花仙兽 然后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 孩子们将数码宝贝送回去 美美的爸妈这时找到美美 大家都平安无事 在香港对抗的孩子是包氏三兄弟 这里的悬内复制品叫杰克 三兄弟感觉很喜欢小光 这里的插曲通过一句你好就化解了 大家将数码宝贝们送回去后 亚洲区的危机就解除了 接着来到澳大利亚 这里的悬内复制品叫做尤加利 这里的数码宝贝基本都会游泳 插曲是用石井套餐下饱三只海鲜 祖盾兽与大家一起制服羊路加兽 之后一只打开大宝礁区域的大门 这片海域的危机解除 然后我们来到法国巴黎 这里有阿欧的爷爷 他们在凡尔塞宫碰到了可爱的妹子 亚古圣和巴达兽 也都进化成完全体制服对手 插曲应该是泰A和阿欧亲的妹子 最后这里的危机也解除了 在墨西哥小贤他们也比较顺利 插曲是有数码宝贝进入玛雅一季 小贤在这里用西班牙语沟通无果 这里的悬内复制品叫和赛 在和赛的帮助下 小贤他们得以进入玛雅一季 因为担心小贤怕黑 所以重重说把自己点亮 在里面还碰到这一辈选招的孩子 面对两个帅哥他更多喜欢小贤 重重受来因此失措了 之后他们将对手引到一季外 加布兽也超进化成兽人加鲁鲁 制服对手后危机解除 最后来到莫斯科 虽然大家语言不通 不过还是通过菜名统一行动 比如说油渣包子是往右 红菜汤就往左这样 制服对手后学内复制品亚利亚过来 让大家去帮忙制服长毛相授 不过因为节暗天气 苏娜有点撑不住 好在大府他们及时赶到帮忙 就这样世界的危机被解除了 大家也都过上了圣诞节 而雅基利兽他们正在实施新计划 晚上阿奥回到家后 从妈妈口中得知击穿的事情 一只询问爷爷爸爸是怎样过世的 一只的爸爸叫做浩树 是在保护别人的时候牺牲的 他一则在提醒小光 大战就要到了不能手乱 意思就是要真的干掉对手才行 小贤晚上睡觉的时候又做梦了 原来以前他在和秋山寮冒险的时候 他当时推开秋山寮 但是有个东西进入到体内 宠龙兽也大概记得这件事情 不过那之后小贤并没有什么异样 小贤自己的记忆也很混乱 第二天新闻报道说 有许多小学生陆续失踪不见 然后又来了一个插曲 在日本突然出现海魔兽 还有熟悉的女恶魔兽 以及丧尸撒旦兽 孩子们也都出来跟对手战斗 天使兽和女恶魔兽 护山巴掌的桥段也还在沿用 比较差异的是丧尸撒旦兽 他竟然可以制住帝黄龙甲兽 不止如此 他还逐个打败亚古兽他们 接着他举起了一辆巴士威胁大家 光子昂说亚古兽他们 在现实世界的大家就会有危险 必须要快点送回数码世界 而亚古兽他们选择把剩下的力量 全部都给被制住了帝黄龙甲兽 也因此帝黄龙甲兽改变成战士形态 然后亚古兽他们就回去了 只见帝黄龙甲兽一记光子雷射 就这样干掉了丧尸撒旦兽 并救下了巴士里的孩子们 这时一个新的敌人出现了 他就是究极魔兽 他想要带走小贤 因为之前在小贤体验种下的东西 现在已经长出来了 然后亚基利兽他们也出来抢小贤 原来是他们绑走了孩子 而且看得出究极魔兽 和亚基利兽他们不是一伙的 因为车上有被骗的孩子们 所以小贤答应跟亚基利兽走 大斧他们赶紧去追 而女恶魔兽也在追 接下来的剧情我们抽出来讲 首先因为大家把力量给帝黄龙甲兽 所以无法再进行超进化到完全体 狄独兽希望小金马鹰兽一起战斗 小金对于要干掉数码宝贝有点犹豫 人面占鹰兽也一直没下杀手 最后女恶魔兽用路人威胁他 危急关头小金用滑板偷袭女恶魔兽 人面占鹰兽在小金被攻击之前 干掉了女恶魔兽 小金也在学着面对 同样情况的还有一只 因为海恶魔兽后面又出现了 与之对抗的是古神兽 他们打到了医院附近 这里有很多行动不便的人 所以一只他们就赶紧去帮忙 最终古神兽还是干掉了海魔兽 一只同样也在学着接受这一切 其实这应该是一只和小金 第一次真的干掉数码宝贝 有点难以接受也算是正常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吉川这边 因为孩子们牵制住敌人 所以吉川这边暂时没有受到攻击 原来一切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吉川 吉川是小贤爸爸的同事 他在小贤哥哥的葬礼上见过小贤 当时他觉察到小贤身上有黑暗种子 给小贤发邮件的也是吉川 雅吉地兽他们是吉川的属下 或者说是吉川做出来的 黑暗种子可以让人 脑子变聪明并增强运动神经 这正是这些被骗的孩子们想要的 他们一点都不着急回家 而吉川要做的就是 移植小贤身上的黑暗种子 到其他孩子们的身上 然后小贤就暂时晕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移植已经开始了 接着吉川准备前往光秋 大斧带着蠢龙兽在后面追 吉川似乎不喜欢光秋这个名字 感觉他现在更加崇拜黑暗的力量 之后大斧终于追上了他们 同时究极魔兽也出现了 他是来拿黑暗种子的 大斧也向大家发出求救信 吉川因为移植已经完成 所以他很爽快的要交出小贤 不过中途被大斧他们救下 但他们不是究极魔兽的对手 并且究极魔兽还发现了其他孩子 他想一并将这些孩子带走 吉川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但雅吉地兽他们也不是对手 好在这时大家都陆续赶到支援 吉甲龙兽也趁机金光城帝皇龙甲兽 最尴尬的是还是打不过 接着究极魔兽准备威胁小贤 而帝皇龙甲兽改变形态挡住这招 不过大家也只是僵持不下的状态 这时一只想到一个办法 把究极魔兽送回数码世界 而究极魔兽则直接打开大门 他是可以自由穿梭两个世界的 这时小光和阿欧想到 可以把他送到黑暗之海 小贤的黑暗神圣计划可以打开 通往黑暗之海的大门 只不过小贤要承受黑暗带来的恐惧 其他孩子则紧紧握住小贤的手 最后在勇气的鼓励之下 小贤终于平静下来 黑暗之海的大门也打开了 究极魔兽认出这是达高兽的海 然后大家合力将他推进去 究极魔兽只留下一句你们会后悔的 这个坑就这样漏眼可见的埋起来了 接着急穿根被骗的小孩们说 不要忘记光丘这个地方 然后就逃走了 警察赶到之后解救了小孩 大家也都各自回去了 对了大府的姐姐觉得 送大府回家的阿祖的哥哥还不错 因为他看到苏娜和大和是一对了 之后小贤告诉了父母 包括数码事件和他所经历过的事情 另一边急穿在等待黑暗之花的盛开 我是全叔 下期就是大结局了 我们下期再见